作为观众 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题目 基督徒的艺术观 我们怎么样开始讲这个题目呢 我认为我们还是从圣经开始 特别是圣经的创造论 如果我们看创世纪 上帝创造宇宙万物 我们就不难发现 上帝就是一位最伟大的艺术家 也就是真、善、美的源头 因为你讲艺术必然离不了 真、善、美 所以上帝的创造 跟我们所理解的真、善、美 有直接的关系 他既是最伟大的艺术家 也是真、善、美的源头 万物是上帝从无 也就是没有 也就是没有 nothing当中创造出来的 因此在英文的表达 我们就看到四个字 上帝的创造是 creation out of nothing 那艺术作品 那艺术作品也是这样 从没有当中产生有 上帝以自己的形象 所造的人 也被赋予创造的本能 只要我们有基本的素材 比如说画布、画质、画笔 或是一块大理石 我们就能够从没有 也就是无当中 创造有 也就是一件艺术品出来 我们人类最原始的壁画 所用的原料 就只是地上有彩色的泥块 或是泥土而已 人类的历史 因此也可以说 是见证上帝 赐予人类创造本能的一个记录 虽然那些创造者 或者艺术家 不一定会很清楚地 意识到这一点 我再重复 我们人类的艺术历史 就是见证上帝 赐予我们创造本能的一个记录 因为上帝是全人类的创造者 艺术的表达和展现 也因此不限于某一个民族 所谓文明或是原始 是我们人自己所下的定义 无论是文明或是原始的民族 都有艺术的展现 都在见证着 上帝给他们创造艺术的本能 不但如此 艺术也不能按照我们主观的判断说 这个民族的艺术 比那个民族的艺术好 或是更高超 每一个时代 都有那个时代 独特的艺术表现和特色 我们也因此不能说 某一个时代的艺术 比另一个时代更进步 接下来 我们要看 艺术与宗教的密切关系 我只用两个例子而已 大家所熟悉的 一个例子是 在中国的甘育敦煌 敦煌的壁画 在中国的艺术的提材 几乎离不了 佛教在中国的历史 从汉代一直到唐宋都是这样 所以敦煌的壁画 也可以说是记录了 或者见证了 中国佛教发展的历史 那另外一个例子 我想诸位应该同样熟悉 那就是欧洲 从15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 叫Renaissance 诸位有没有注意到 文艺复兴时期 最伟大的艺术创作 也离不了圣经作为题材 我们所熟悉的 伟大的艺术家 达芬奇 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 就是这个例子 还有就是米开朗基罗的创造 和他用巴里士 所雕塑的那一尊 非常优美的 大为的像 你看这些艺术作品 也完全离不了 圣经的题材 基督教的信仰 上帝所造的自然界 也跟许多国家 所谓田园画家分不开 所谓田园画家 顾名思义就是说 这些画家 看到周边田园的景物 就受到很大的启发 把他们所看见田园的景物 作为他们绘画唱作的对象 这些画家 这些画家也包括我们所熟悉的 Fankoff 还有一些法国印象派大师 他们的作品 另一方面 我们也看看 中国传统的山水画 在中国传统的山水画里面 我们可以觉察到 画家 对上帝所创造的自然界 好像有一种 表达不出来的 原说不出来的 一种敬畏 还有另外一种画 也是在中国画的传统里面 很普遍的 我们叫花鸟画 这些花鸟树木花草 也反映了我们人类 对自然的喜爱和感情 我们看绘画或者雕塑的一部分 也就是楼体画或者楼体的雕塑 我们怎么样去欣赏 刚才所提到的 米开朗基罗 用大理石 雕塑那尊大为的像 还有在西方 绘画的传统里面 很重要的人体的画像 只能够从上帝 作为真善美的源头 才能够去欣赏 意思就是说 连普通的人体 不管是男 或者你的 都是非常的美 这是一种美学的知识 哇 艺术的范围 很广 我们上面所提到的 只不过是视觉 艺术而已 用我的目光去看去欣赏的艺术 叫做visual art 也只不过是视觉 我看到不同的镜头 就展现在我车的面前 每一幅都是很美的花 你看在我这边窗口 望出去 就从个红色的花 在盛开 在它的左边 就有青色的树 树树 还会有一两只鸟 挥到它们之间来回 这个就是很美好的花了 因为太平常了 我们就没有去注意 哇 我们真的设计 我们生活周围 那些美景 也就是花 也就是艺术 一个人要陶冶自己 对艺术的兴趣 必然要有个开始 我这里不做很抽象的理论 我认为一个人 要陶冶自己的艺术胆 可以从很实际的方面开始 而且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的 我们新加坡不是有美术馆吗 新加坡美术馆的产品 虽然不是最丰富 但是也足够启发我们 对艺术的爱好 对艺术的欣赏 新加坡很多地方 来满足我们欣赏的 这种陶冶我们艺术馆的需要 按照我个人有限的观察 新加坡人一般上的 对艺术的爱好 对艺术的追求 认识 还是需要陶冶 我用一个很实际的例子 来说明这一点 我们新加坡人不是经常 买主物买公寓吗 不论是主物或者公寓 我发现到花了五万到十万的钱 去做装修的 是非常非常的普遍 这不是个很小的数目 如果我们能够从五万到十万 拿出百分之十 或者百分之二十 就是好几千到一万 来买几件艺术品 挂在墙壁上 就肯定会增加 这个家里面的艺术气氛 对陶冶我们住在这个家里面的人的艺术 肯定有很大的帮助 还有一点 我要提醒周围观众 新加坡圣经工会 已经好几年 都有主办圣经与中华文化艺术节 书画展览 一个基督教的组织 来自主办这样的一个艺术展 把焦点放在书画 也很特别 为什么说特别呢 因为一般人以为 我们教会整体 基督徒个人 对中华文化的传统 好像没有多大兴趣 也缺少关怀 由基督教的一个机构 新加坡圣经工会 每年公开的举行 一个艺术 书画展览 我认为是很难得 请周围留意 您就会发现到 原来在我们教会当中 也不缺少会友 对绘画艺术 不只是有兴趣 而且还有一定的成就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 我认为是有兴趣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